希望可以把這個公式再串這個 其實以後你要串公式很長一串 你不見得一定要一次做完 一次做完其實太辛苦也容易做錯 所以你可以先做一部分 再做一部分 最後把它拼湊起來就好了 只是說你要拼湊 你不能做錯 像這個跟這個拼的話 那你要記得就是說 你要把這一個放到這個的後面 那你必須先做幾件事 這個記得後面要加個and的符號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貼過來就可以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 這邊記得按取消 先取消 否則優標會放這裡 1先放這裡 2的話呢 把這個公式複製 但是複製的時候特別注意 不要複製到等號 所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記得複製完 我習慣是一定要按取消 因為如果你直接點這邊的話 它會卡在這裡 變這樣 所以先把它取消掉 取消之後的話呢 在優標放這邊之後貼上 但貼之前 因為要跟前面的自串 做串接 所以一定要end什麼 end之後 這個動作 只要不要做錯啦 我是覺得打這個公式 都還蠻OK的 貼上 好 再來我習慣就是把它打個勾就好 084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007要不要再做一次 其實你會發現 G4 G4 改什麼 H4就好 所以其實你可以 再把剛剛動作在end什麼 貼上一次就好 那直接把G4改成H4不就好 G4呢 再改成H4 那你可以這樣子點也可以啦 或者說你這邊把它改成G 改成H也可以啦 OK 最後一樣 把它打個勾 少一個東西 沒關係再補一下 G4 在這裡有沒有 剛剛end後面應該再加一個 一個減的符號 再end 這樣子打個勾 好 出來了 快點兩下 大功報減 OK應該是我的意思啦 所以以後 這個函數的使用 記得 這麼長一串公司 並不是叫你一次做完 而是 建議啦 如果你的功力不夠啊 你可以分很多階段都沒關係 但是記得最後一定要懂得怎麼樣 把它湊在一起 湊的方法 所以 也許你可以固定SOP 一 先把這個公式複製 取消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動作不錯 不要不包含等號 二 這邊加個end符號 貼上就好 甚至你可以end 再直接 這邊直接做完 你可以end再貼一次 然後把這邊改 改的話 我是這樣點一下 這邊點一下 這樣打個勾 向下就OK 那你想說 欸 這個公式做完 應該沒問題吧 因為其他 再來你可以想說 可是問題這樣有點麻煩 你看REBT 有點難用 然後LEN還要用3去減 這感覺邏輯有點不是太容易理解 所以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呢 其實另外你可以再把這個工作表複製一個 讓我習慣 Ctrl鍵按住 再拖拉放開 這邊又多一個 一模一樣的 那你可以把這個公式delete掉 想想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文字類裡面有沒有其他的函數 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做法 其實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叫做TES TES的函數 主要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你要的格式 真的轉換成你要的文字 格式是什麼 特別注意 比如說我們平常 要把這邊變成什麼 3個0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出售的格式 除售的格式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叫自訂 或者你其他也可以選 因為這邊沒有 我們就用自訂 如果裡面是數字的話 你就3個0 3個0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會需要3個數字 那如果不足 如果是假設前面有0的話 如果我把它當數字來看 數字裡面沒有0開頭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怎麼樣 因為我用的是TES 用文字喔 OK 所以自訂之後的話 用文字的話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這個時候呢 0就會出來 要保留 因為主要是格式 把它格式化成3個0的文字 所以00就OK 但問題來了 目前你看到的 它現在是那個084 可是實際上 你存在 Excel裡面還是84 它這個是表面上看到的 實際上是這個 所以如果你把它串接還是84 可是喔 你會想說那老師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可以直接把這邊看到的跟這邊顯示的是變成一樣的話 那我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 一先用剛剛講的這個REPD把它放過來 第二個的話也許按Ctrl鍵複製 Ctrl鍵再拖拉 這樣就複製工作表 然後再想想看 有沒有用其他的函數 也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也就是 在那個Excel裡面的函數 其實當然不是說 好像你只能用哪一些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去瞭解Excel的函數 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那那個方法有沒有比REPD跟LEM還要簡單 那如果有的話 那也許我們可以用更簡單的方法 所以有些東西喔 你說 有些同學會常常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知道這些東西 那因為我就揣摩嘛 反正我就想 反正這個問題呢 我會先想第一個答案 那想完第一個答案之後 我會去想有沒有第二個答案 有沒有第三個答案 那後面的答案如果有比前面的答案來的好的話 那我就會用比較好的答案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主要是 也是學習Excel函數的一個歷程吧 也是不可免的 所以喔 以後建議各位就是 如果你遇到一個問題 先不要急著先看答案 看別人的答案喔 你可以想想看你有沒有更好的解法 所以我剛好推薦各位一本參考用的468張 像我那本書喔 我把他的問題拿來之後 我不是看他的答案喔 我是先看他的問題 然後我用最後用自己的方法去 把答案給做出來 再去看他的 發現他有時候解的太複雜 不見得是我喜歡的喔 OK所以有的時候喔 可以透過問題去解決問題啦 其實得到的這些東西喔 才是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踏實啦 OK試一下喔